华航管理阶层爆料 这回出访只有蔡总统没有买免税品 稍后来看完整报道 新闻开始呢 首先但您关心协议离婚 公公不满被打 居然持巨子砍原 新北市新庄区29号深夜发生了流血冲突 一对年仅20岁的夫妻 因为感情不合决定离婚 女子带着三名亲友 为了三岁儿子的抚养权 还有姓氏问题到夫家谈判 结果双方就爆发口角大打出手 公公不满被人围殴 居然拿出巨子很坦向对方 幸好被砍了三个人经过治疗后 没有生命危险 新北市中和区间健身房 遭到会员家属指控 80岁的阿嬷到健身房运动 使用完跑步机时突然站不稳 正脸朝地跌倒 家属控诉美堂克花了1600元 特别找教练一对一 就是要确保安全 但出事了健身房似乎想要撇清责任 就连保险也没理赔 不过健身房也发声明表示 这位会员不喜欢肢体上的碰触 才没有搀扶老妇人上下跑步机 后续的赔偿问题会找第三方公正 继续跟家属协商 高雄11名男子凌晨2点多开车经过左营区时 不服警方拦查加速逃逸 跟警方爆发了追逐 还开上国道从左营一路逃到了凤山 最后还是被警网拦截 原来他酒驾心虚怕被逮才逃逸 下车时还质疑警方执法力道过猛害他受伤 而警方仍以规定执法对他开出三万多元把单 一对夫妻到台东的活水湖细水 把家中的黄金猎犬也带了出来 但是根据规定为了维护民众的安全 宠物是不可以下水的 救生员见状就赶紧阻止 结果这对夫妻无法接受大声的叫嚣 甚至跟前来劝驾的热心民众发生推挤 嘉义县陆草乡有一匹骏马 昨天不慎摔落产业道路旁的水沟 四主第一时间报警请求协助 而警销人员一度误以为是马儿走失了 赶到现场发现 整匹马侧躺卡在水沟内动弹不得 而且肢体多处破皮流血 让一旁四主看得好心疼 立刻出动了吊车协助 经过了一番折腾 总算是把马儿救起来 索性没有大碍 国道成了尽速场吗 29号凌晨 两部轿车从园林交流道上来之后 就一路狂飙到彰化交流道 结果车速太快不慎追撞 白色BMW直接追撞前方的银色冰市 在坛道中线道上 擦撞路过的车辆 而车祸意外 共造成三车回损 两男一女轻伤送衣 台中有民众投诉 参加四人旅行团 报名澎湖跟橡皮岩独木舟之旅 但是都在要出发的前一两天 说下雨取消 而且退费一拖再拖 到现在都还拿不到退款 根据了解 至少有50多个人受害 受害的金额高达了几十万元 目前受害者已经组成了自救会 但仍然求偿无门 决定要把自身的遭遇po出来 提醒大家要慎选合法的旅游业者 司烟案来到第九天 北检昨天兵分二路侦办 根据特勤中心提供的名单 以证人身份训问国安局的20人 而今天一早再度前往国安局继续训问 要揪出真正的幕后指使者 而现在华航三位高层已经被列为贪污罪 他自案被告 北检部排除最快会在今天约谈三人 同时也从吴宗宪查扣到的购买清单中 发现了两大张的清单 上头清除写了55名订购者姓名 还有五大群组 传出资深上市驾驶刘尊彰 光是他一个人就买了将近900条响原 他有请人员利用总统专机出访时夹带撕烟 目前检调持续追查 而在这个敏感时机 华航派出了三名管理阶层的主管 上广播节目谈总统专机的内幕 而其中两位主管这回也有参与总统专机任务 对于敏感的问题 他们都是点到为止 甚至替自己的长官 也就是这次涉及撕烟案的资讯副总罗亚美背书 说他在专机上亲力亲为还会帮忙打扫 当主持人问到这回蔡总统有没有买免税品呢 其中一位就回答说 好像全机只有总统没买 最新消息针对华航高层上广播节目爆料 说蔡总统这回出访 在专机上只有总统一个人没有购买免税品 说法一出 许多跟总统一同出访的立委们都气炸了 包括管碧玲 赵天玲都发声明自清 而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的态度最强硬 表示自己没有买免税品 要对这位华航的发言主管提告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继续带你关心 这个月中一名女子拿着50万元到台北间邮局存钱 却被邮局人员发现 一大跌的钞票当中 只有第一张是真钞 其他全部都是玩具钞 当场报警逮员 而这名女子事后声称 这些玩具钞不是她的 她只是要去帮一名 没时间到邮局存钱的网友存钱 还被警方从身上搜出了400多万的假钞 警方怀疑女子疑似被布法集团当成白老鼠 想测试 这样的做法能不能骗过金融机构 目前也在扩大追查 天气方面来关心 目前未在南海上的热带扰动 最快在这一两天 就有机会成为今年的第七号台风尾帕 不过目前预估它会朝着海南岛方向移动 对台湾没有影响 不过气象专家提醒 目前整个季风低压带是台风发展的大温床 尤其是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低压 恐怕在8月4号 5号前后有机会成台 整个西北太平洋上 更不排除会有两到三个热带扰动 可能一起发展成台风 为了抢救少子化 教育部扩大卫福部育儿补助政策 首都针对二到四岁幼儿发放 每人每个月2500元 第三胎以上3500元育儿津贴 如果家中幼儿没有就读公立 非盈利或准公共化幼儿园 且家庭众所税在20%以下 家长也没有领域应留职停薪津贴 就符合申请标准 预估全国会有约40万名幼儿兽益 但是有家长表示 这样的申请门槛还是太高 认为扩大公托体系才是治本之道 人期话题来看到这个壮观的景象 就是南投府里正一位陈先生 在清晨拍下了云墙的壮观景致 远远看就好像是日本丽山黑部的雪墙 加上太阳从东边升起 金黄色的阳光投射 就像是聚光灯一样 呈现出不可思议的奇景 而陈先生还在傍晚拍到了 梅西河床上的落日 美景让人赞叹不已 近日台铁频频发声 列车长查票被旅客入骂 甚至攻击等事件 台铁工会因此站出来提出了诉求 除了希望每一位列车 多派一位列车长之外 也希望目前列车长 每个月400到500元的危险津贴 可以增加到每个月1200元 对此台铁表示 所有员工受铁路法保障 也和铁路警察做横向连结 对于能不能提高列车长的危险津贴 目前还得再演绎 云林县府为了行销观光 举办了旅游大使征选 但是却有民众质疑 征选过程不公 因为其中男生组获得冠军的林廷汉 他是艺人林隆旋的儿子 而且他网络的票选并不是最高的 但是县府解释 票选分数只占了40% 在专业才艺上他获得了高分 因此拿下冠军 比赛公平工整 台八线中横公路上 有一间全台最高 海拔2374公尺的官员加油站 营业32年 为了更换老旧设备 8月6号开始要停业5个月 中油公司贴出了公告 提醒驾驶人加满油在上山 由于官员站除了卖油之外 还有贩售热腾腾的食物 而其中又以肉粽最受到用路人喜爱 如今肉粽也跟着停卖 让不少的网友哀嚎说 还我肉粽 新美式消防局每年都会推出公益阅历 并且由训练有素的消防弟兄来拍摄 今年消防局特别请了六位澳洲消防猛男来助阵 一同参与阅历拍摄 现场两国消防员也互相的交流 进行了拉单杠比赛 并且互相分享打火经验 场面相当热闹 一边骑车还一边滑手机真的很危险 桃源有民众目击到一名男骑士单手骑车 另一只手紧握着手机 而且眼睛几乎紧盯着萤幕看 离谱的行径让民众决定把影片po上网 而警方强调骑士的行为已经明显违规 可依法开罚 党政焦点来关心 高雄市长韩国瑜批蓝袍出征2020 自家党内大佬赵首博率先开炮 要韩国瑜别再只喊口号 更要他戒酒 喝酒变成了争议 韩国瑜重申当市长一次都没醉过 话风一转提到先前自比式水果刀 对抗民进党洋枪大炮 被苏贞昌酸违反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而韩国瑜今天就特地带刀切水果 反击苏贞昌没有幽默感 还向苏贞昌赶快来代鼓我吧 时代力量力尾高瑜优 这个月中才发生与国会助理 在立院楼梯间的跌倒移云 而现在又被绿党爆料 他的国会助理涉嫌不当取得 经济部400万元的绿能补助 经济部年初公布 偏远地区设置绿能发电设备 补助计划一共400万元 而其中有两个单位的创办人 及现在负责人 都是高瑜优前后院助理 虽然被点名的当事人 都发声明表示清白 但时代力量将召开纪律委员会 若有违法的形式 会依规章 请高瑜用此去立委职 环玉大师接下来关心 今天上午8点多 香港发生了八市相中的意外 酿成多人受伤 双层八市 香港反送中示威接力登场 已经连续几个周末 数十万人走上街头 而在平日也有行动 今天示威群众就发起了 不合作抗争 一早7点多上班接风时间 在地铁的关塘县 和将军澳县多个车站 有人故意阻挡车门关闭 导致发车严重误点 乘客挤爆车站 大排长毛要退票 港铁也紧急安排 接驳车疏散民众 交通乱长一团 欢迎回来台视 五件新闻 英国首相换人座 许多猫奴也开始担心 首相关底的第一猫赖瑞 是否要官位不保了 有英国媒体报道 新人首相强森向幕僚透露 他跟女友想要养一只搜救犬 一起住进官邸 这也代表官邸首席 部署官赖瑞 有可能被迫退休出走 锁定台视五件新闻 全球最大的钢琴有多大呢 拉脱维亚的音乐厅 最近展示了一款大钢琴 光是钢架就有6公尺高 演奏前还得先爬上 三层楼高的阶梯 才可以演奏 没有木制外壳 弹奏的时候还可以看到 琴弦跳动 渴望获得金氏世界纪录认证 正式成为全球最大的钢琴 日本动画公司金阿尼 日前遭恶意纵火 酿成严重伤亡 而动画迷也来到了 动画迷圣地 扛起会有金阿尼代表作的神教 声援金阿尼 并且追到罹难者 新闻最后带您一块看看 也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乌凯文 祝您顺心平安